HING SING 相信很多老士忽都知道 Black重啟都紛紛去湊熱鬧 去看Black Sun這套作品 但亦都不少人單單看完設定就開始評論 喂!為什麼這套東西這麼SIC? 喂!為什麼這套東西一點圓著的味道都沒有? 我想跟那些未看鮮黑這套劇的老士忽講 未看就罵 你們就好像劇中中 Golugomu的腐敗怪人那樣故步自封 難怪你們只會停留在一成不變的地步 如果你覺得Caman Rider The First和The Next 又或者Caman Rider Amazon 這三套作品是很暗的話 這套劇集一定會突破你對Caman Rider Reboot系列作品的思維 各位大家好我是Mr.Man3423 10月28日開播當日 我在YouTube上看到一條說 第十集還原Caman Rider Black的主題曲場面 小弟我看完那條片之後 就真的覺得有點太過生化 就好像失去了看圓著那種無管動的那份感動 但當我第二天認真坐下 由早上的十點鐘連續瓦拉重式 看到下午六點的時候 我只能夠承認 我真是錯了 小弟自問童年就不是看Black長大的 小弟第一次接觸Black 就是由PS2遊戲 Caman Rider正義之系譜那裡接觸到Black 而幾年前才有機會一次過看完 所以肯定的是 沒有其他老粉對Black印象有這麼深刻 但這可能也是一個好處 因為如果抱著看Shin Ultraman的心態 打算去看場面致敬 又或者特攝打鬥的話 你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就例如Black和Shadow Moon 雖然被貫上Caman Rider之名 但劇中一半時間都維持著怪人的狀態 Batulhu Hopper不是用AI 而是一格區區的座架 光太郎不是一個熱血青年 而是一個憂鬱大叔 另外設定上 Gorugamo 就由一個邪惡組織變成一個政黨等等 是否很難接受呢 不僅如此 這套作品時間續上還橫跨了70年的歷史 所以劇情的複雜程度 真的不容易接受和消化 但若果你是抱著一個欣賞新作品的角度 去看一套Netflix的原創獨立作品的話 劇情上這套可以說是近年來 在特攝界中一套可以比美神級的作品 如果你說 只以為劇情是由光太郎去對Gorugamo報復 那你這點就大錯特錯了 在這套劇集中 它的議題深度可以根本涉及國家政治 宗教寓意 社會貧富懸殊 種族歧視等等的議論問題 由第一集頭十幾分鐘開始 高中生女主角Aoi 在聯合國演講上 用了Martin Luther King的 I have a dream 來導出了這個主劇情的理想主義論調 就是環繞著種族平權的這個議題 順帶一提 作為補充資料 I have a dream 這個演講 是一個Martin Luther King 用來描述對黑人和白人 有一天可以和平 而且平等共存的願景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成長成為一個做實事的勇武派 有別於過往 光太郎 在這個劇集中 就飾演一個 好像Logan裡面的 老Ouverine 又或者是 Last of Us裡面的 Joe這個角色 身為一個身經八戰的老子婦 經歷完和同伴之間的內鬥 和利益衝突之後 已經成為一個無心戀戰 對現實世界 完全失望的阿叔 所以 藉由與女主角 理想主義者的角色接觸 就觸動到她 猶如像婦女間的基本 至於原作 一直作為化女的Nobuhiko 反而在這個作品 更加有著深入的人性探討 和光太郎相反 Nobuhiko 從一開始 只是為了博取紅顏一笑 因此滿懷私心而參戰 但經歷完自己組織的義勇軍成員 幾乎全軍覆沒的時候 以及發現一直以來原來她自己被人類玩 最終對人類徹底絕望 而發展出自己要清王 使到怪人種獄可以成為靈界人類的存在 再加上這套作品對怪人的描述 每個角色都非常生動 而且有深度有背景 簡直是顛覆了超和系列對怪人的描述 就憑著這些寫實的設定描述 就已經足以說服到各位觀眾 去投入這個世界 去感受這個世界的問題 是非常值得各位平時只看打打鬥鬥的特攝觀眾 去留意的一套作品 沒有劇透的觀後感就到這裏 因為要評論的話 還有很多劇中的細節可以考察 而一定會涉及到劇透的成分 其他部分我會留在下一條影片 再分享劇情的發展 以及一些我留意到的彩蛋重點 不想錯過的話記得訂閱 給我建議大家未看的朋友 有機會的話 真是認真可以抽出一天八小時的時間 一口氣看細十集 因為這套劇根本是一套環環相購的大電影 如果硬是要拆散來看的話 請務必直接要由第一集看到第七集 然後再一次過看其他集數 否則的話 真是很容易會看得很lost 今次的內容就來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看其他特攝觀後感的影片 記得按下下面的影片看 亦都記得like這條影片 和share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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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